出去玩最近有很多陆客要来台湾 之后呢陆客自由行现在联动也带动了这个伴手里的商机 尤其是凤梨苏的市场 像是台北呢就有一家凤梨苏专卖店 其实啊原本只能算是B咖的等级 但是呢现在就因为掌握到了陆客的市场 这年业额呢竟然高达了4亿元 那另外呢还有一家上贵上市老字号的公司呢 也在陆客当中发现了新台币 一进店里先抢试吃 一整团陆客喂的就是这小小的台湾名产凤梨苏 好吃好吃不错不错 骨头糕 还有骨头糕四个没拿来 还有这个凤梨苏 还有这个螃蟹小螃蟹 我们把所有的商品几乎是说你只要想要买的 我们都让你试吃 那你吃了觉得说好吃的时候你再买 有时候我们最高纪录是一团买到25万 那时候就是整个行李那个游览车都满了 后来他装不下 因为我们装车把它送到机场 陆客光满凤梨苏竟然能花到二十几万 台北这间高品店原本默默无名 但抓准了陆客市场 三年营收高达4亿 还打算在后年上跪上市 就需要是一流程的服务呢 让它是很顺畅的 不会被塞车的 你想想看呢 大概一天大概一百多辆的游览车 怎样的把它流程啊 做到最完善 要做陆客生意没想象中那么简单 店里不仅有专门换人民币的柜台 购物结账的动线也有学问 陆客在这边试吃完以后呢 直接拿着这个提货单到旁边这里结账 后面打个发票 然后再到那边拿货 好谢谢 接着拿这个单子到后面拿发票 我要拿发票 谢谢 你这样发票以后呢 你就可以到这边来 直接拿你的凤梨苏 我要拿凤梨苏 甚至连装凤梨苏的小纸盒 大纸箱都为陆客量身打造 如果你操作的话 你可以提倡飞机 所以我们把箱子啊 把它的大小尺寸啊 设计成登机箱的样子 然后呢 为了方便客人的手提啊 我们上面都有加这个塑胶袋 高营业的还有这一家 35年老字号 一天能卖两万颗凤梨苏 不过他们走的路线很不同 每跟旅行社合作 专接散客 到时候客人太多 我怕可能会做不出来 而且也会影响品质 专心顾好品质之外 当然对陆客的服务也不能少 陆客买的比较多的话 我们会用计程车帮他送过去 如果再多的话 我们就用货运 货运帮他送过去这样 一克才25元的凤梨苏 靠着陆客封买半手里 在台湾竟然能创造 一年250亿商机 现在开放陆客自由行 还渴望再上涨一两成 让少少的凤梨苏也能变成耀眼金砖